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介绍三个科普类的网站 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有Kids Discover和TED Education 今天我们来介绍三个另外的科普性的教育网站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关于教育类的资源 可以扫码加我的微信或者是我的LINE账号 也可以搜索我的用户名SmartKids Wise Parents 不定期我们会有免费的学习资料和精彩的教育类课程提供给大家 同时我们也有团拼课程的活动 赶快扫码或者按名字添加我哦 第一个呢就是国家地理的儿童频道 我们点进来可以看到它有最新的主题 后面就是它的一些分类 它的分类标题很有意思 并不是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 而是按照比较吸引小朋友兴趣的方法命名 同时这边也有国家地理杂志的儿童版 但是这个杂志的话需要收费才能看 大家如果想看到免费版的 可以到当地的图书馆借阅电子版 现在我们回到首页 点击游戏 它这个游戏分成四类 都是根据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游戏方式来进行的 在游戏的同时又可以学到知识 比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知识类的小测验吧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科目 可以作为和孩子游戏的时候一个互动材料 我们选一个关于鲨鱼的主题 题目问到世界上最大的鲨鱼是哪一种呢 那当然是大白鲨了 我们通过这些小测试可以进行反向的学习 也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去找相关的文章和视频 来丰富自己的科普知识 这个选项里面还有一个talk 如果孩子看到这个选项的话 一定会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个可以作为孩子稍微大一点时候的一个智力强大游戏 从首页我们找到video 在video里面又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视频资料 因为小朋友们还是喜欢形象可视坏的视频 而且这些视频呢并不是用比较深奥的词汇 而是做成了孩子们可以理解的版本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资料库 像这个how things work 就非常类似于李永乐老师讲物理 在这个里面他会分享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同时讲解其中的科学道理 在动物的这个分类里面 它就是按照哺乳动物 鸟类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 这些具体的科学名词来划分的 小朋友们可以根据照片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来进行观看 比如说这个剑毒蛙 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所以也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的一种两栖类动物 还有这个斑马 这里面有非常多专业的照片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地理分布 它会有一个地图 讲解这一种动物主要生活在什么地方 当地是什么样的自然条件 这个鱼的分类是我家宝宝最喜欢的一个了 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平时看不到的海底世界的一些珍贵照片 以这个Pufferfish为例 它其中不仅有高清珍贵的照片 同时也会有一个视频来进行讲解 在这个探索的品类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很细分的紫目录 其中一些人文地理的知识 各个国家的一些特色 还有民族文化都有涉猎 它家也有网上商店 如果有一些国家地理杂志的小粉丝 可以在上面买一些它家的T恤衫呀 书籍呀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渠道 在这个商店里面值得一提的是一套显微镜 我也做过一期视频的测评 如果有兴趣的家长可以看一下 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 下面要推荐的这个网站 就是NASA的星际空间站 从这个网站上的图标就可以看出来 它非常适合小朋友们 它上面有地球 太阳 太阳系等一些介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于地球的介绍 它上面会有一些知识 同时配有非常高清的照片 下面还会有一些相关的链接 和你感兴趣的话题 在地球的这个分类下面 它还会有一些小的文章 会介绍比如说什么是公传 比如说什么是自传 这些小的知识 下面我们点进来看一下这个太阳 它呢先会有一个简明额要的文章 来进行大体的介绍 然后下面还会细分很多小的主题 来进行具体的介绍 在这篇文章的下面 还会有一个实验 让孩子们动手做一个观测的仪器 然后来规定一些观测的内容 来让孩子们亲手体验一下 动手的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在主页的下面 还会有一些名词解释 家长可以利用这个名词解释的表格 来为孩子解释一下天文知识 还可以作为一种资源的查阅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资料库 同时另外一个资源 就是NASA自己的一个儿童俱乐部 小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一下哦 最后一个网站就是Discovery 因为Discovery频道也是非常有名 他家的这个网站也是分为 节目、新闻类、自然探索和科技等 但是我没有隆重推荐 就是因为他没有专门给孩子看的一个主题 在用词上可能比较深奥 在排版上可能也比较适合于承认来看 所以是上中学的孩子的话 他就可以自己看 但是如果是年龄稍小 以至于学龄前的小朋友的话 可能需要家长提前做一些功课 就是要大量的看文章 然后给孩子讲 我在上面看到一个适合给小孩子做的 九个科学实验 但是文章点进来之后呢 它很多购买链接 就是需要家长买一些相关的设备啊 道具啊来给孩子做实验用的 所以它的上面很多都是软文 会插入一些购买的链接 所以我没有特别推荐这个网站 同时这个网站呢 它也会跳出来一些广告 可能这样会影响孩子的阅读 如果有家长是Discovery频道的中师粉丝的话 肯定也会经常浏览这个网站 那就给孩子们讲讲上面有趣的故事吧 今天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三个科普性的网站 其中两个是比较适合低龄的小朋友们观看和使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家长做功课的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 我们独立期的会有免费的学习资料 和精彩的教育类课程提供给大家 同时也会有团拼的课程哦 赶快扫码或者按名字添加我吧 感谢您的观看